今天是第九次的實體上課 上個禮拜的重點基本上就是網路爬蟲的練習 其實因為你要做爬蟲這件事情其實相當複雜 所以為了要簡單 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給各位一個範本 反正你就照摳嘛 那你只要改兩個地方 一個是網址 一個是語系 那網址很簡單嘛 上面開放之下不是有個下載網址 你把網址貼到那個位置 第二個就是說編碼方式目前主流就兩種 微軟的話就是big5 big5你的編號就950 那如果是UTF8的話 那就是65001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還蠻常會遇到的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遇到那個下載之後 有資料那表示你網址沒錯 那如果不能下載的話 那你就改一下網址 如果可以下載但是是亂碼的話 那你就檢查一下你的編碼方式是不是錯誤 大概就是兩個重點 那當然呢下載資料 除了說像我們下載是CSV檔 那未來其實還有網頁啦 網頁上不是一堆東西 那當然你不可能每次都檢查 11檢查不易慢慢複製貼嘛 所以呢如果要下載網頁 那做法又不一樣了 所以其實這個網路爬從關鍵字裡面打一下 哇那水很深的 OK所以你要把它學到非常的徹底 我想這個可能要花很多力氣啦 但是得到的效果其實我覺得相當顯著 也就是將來如果你的資料率非常龐大 尤其像那個 所謂的Big Data的話 那其實你就會非常方便 就不需要用人工的方式 逐一的再把資料取回來 那當然呢 爬從的工具 目前當然 除了用那個什麼 VPA之外 其實像很夯的像Python 其實也OK 那反正都是工具啦 你說哪一個好 我是覺得資料抓下來就好嘛 那之前我用 因為我最早本來爬從課是在Python 那Python上完之後發現 奇怪最後還是要丟回到eSale 那不如我直接在eSale裡面做就好了嘛 OK 所以之後呢才衍生說 那我想想看 我可不可以用eSale裡面的聚集錄製 或VBA來完成 後來發現好像也沒問題 而且跑起來 因為我兩個課都有開啦 跟那個eSale的爬從 跟Python的爬從 那後來發現 很多學員回去試發現 好像eSale這部分方便很多耶 就等於一站就可以直打了 就不用再 但是也不完全啦 如果說你的需求 可能是需要做很多 其他比較複雜的應用的話 我覺得Python也還是會有一些優勢啦 因為畢竟Python的套件外掛非常多啦 OK 所以我的建議 不一定是本科系啦 我覺得至少這個是一個 應該是全科系吧 所有領域都會需要抓資料這件事情吧 好像沒有一個科系不需要 老師我們上課都不用到電腦的 我們都沒有資料的 沒有吧 連文學應該也要對資料吧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資料你就需要 學會這件事情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因為下載的資料可能會有錯誤 所以需要做一些修正 當然也有可能不需要修正 比如他可能日期剛好就給你正確的有斜線 那就不需要再增加兩個斜線 那這個斜線的用意 主要是分隔那個年跟月跟日嘛 所以他資料本來沒有斜線 所以呢 我們修正日期部分 主要就是在年跟月跟日中間加兩個斜線 OK 那至於什麼加比較簡單 當然我們本來是 當然絕對不可能用土法煉鋼吧 你慢慢加不可能吧 那所以呢 我們用的 先用Excel的公式 再利用那個VBA啦 有沒有寫了一個修正日期的VBA程式嘛 那這一段雲端上也有啦 我是建議你們這個簡單其實就三行 一個FORW一圈裡面做了什麼事 就是把資料中間串了兩個斜線之後 然後再返環回去儲存格的動作 OK 那這個很重要喔 我是建議你一定要把它熟練 不是要會而已喔 所以你要是最好 當然沒有那麼誇張說 閉著眼睛都要會啦 但至少要很熟 OK 因為這是最基本的 那尤其是那個所謂的FOR迴圈喔 為什麼 因為迴圈主要是做很重複性 大量範圍的資料處理喔 你不是一個喔 一個當然簡單 可是如果你是多 這理論上 我們處理資料就是要多嘛 所以理論上通常都會有迴圈 那用FOR迴圈的機率會比 另外一個叫DoFile迴圈會高很多啦 OK 所以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把這個程式 盡可能的自己回去多練習個幾遍 或者說找別的資料自己來打一下 OK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呢 現在我們錄製那個折線圖 所以最後的話 做出來的結果 應該上個禮拜的範例 我大概給各位秀一下 就這個地方一樣 先把那個開發人員先把它打開 開發人員再打開 然後這邊有一個開發人員 那我們的程式基本上就在這裡嘛 那你打開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喔 這邊就是我們上個禮拜寫的 這一段嘛 就是匯率下載 加一個修正日期 兩段 兩個SAB 那如果要執行的話 當然最好是加按鈕 我把字放大一下 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12號字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我剛剛講的喔 其實就是資料這邊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網址 這個是950 因為我看了一下它給我的說明 它是Big 5 所以用950 但如果你用65001的話 下載資料一定會亂嘛 OK 所以我把它下載了 那當然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下載的資料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上一次上課的話 好像下載的應該是 4月 4月份的吧 所以如果假設呢 我今天下載 理論上應該好像資料會換掉 它好像會變成 因為它就是當月的跟上個月 所以上個月底的是 3、4月的 那今天的話應該 我看一下應該是 4、5月 所以有可能怎麼樣呢 下載的資料喔 就會沒有3月份的 OK 我試一下好了喔 所以再把它重新run一下 跑一下 沒有耶 它還是有4月 沒有3月喔 所以底下就錯了 有沒有發現 你說老師 為什麼多了這麼多斜線喔 主要的原因應該可以 猜得出來吧 因為呢 我們上個禮拜喔 做的那個修正日期的程式喔 我們這個回圈範圍是從第二列 有沒有2嘛 到第39 它剛好就幫你跑到39 但是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資料明明到22 可是你為什麼給它到39 所以喔 這個地方你恐怕要改一下 你不要變成22 OK喔 如果這樣啦 重跑一下 所以這個把它再跑一下 應該就正確了 OK 有沒有發現 39有沒有 改成22 那就不會有錯誤了 不過喔 可能也是另外的問題 同學就會問說 老師不對啊 那如果明天呢 明天啊 你再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23 後天呢 後天變24 那不是每天都要改14嗎 不合理啊 對不對喔 所以呢 如果假如喔 你希望呢 這件事情是自動完成的話 那你就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讓它自動去知道說呢 到底這個數字是多少 那這個數字的話 就是它的列號 OK 那從哪個地方可以得知列號喔 其實我有個方法啦 這個當然方法很多喔 如果你坊間書籍各種方式 那我自己習慣的方法 就有點像模擬喔 一個動作 就是我把游標放在A1 然後按下Ctrl向下 因為我蠻習慣用Ctrl向下 去偵測這個範圍的邊界啦 所以其實Ctrl鍵按住喔 它會上下左右呢 其實就會知道說喔 這個邊界到底在 向上是哪一列 向下是哪一列 然後向左是哪一欄 有沒有 向上下左右可以移動嘛 當然如果你再加一個Shift的話喔 有沒有 Ctrl Shift向下喔 Shift是多一個叫選取啦 OK 所以有沒有 常常不是跟各位講說 你要按一下快速鍵是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Shift就是選取 OK 那我們如果假設喔 我希望把這個追蹤的動作 變成一段程式的話 那怎麼寫 其實這個我建議 一定要把它 最好把它記下來 如果你記不下來 將來可能在雲端上可以查得到 第一個的話 就游標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那儲存格我用 希望Range 那你可以用Sales 那我 因為這個位置 坐標是固定的 所以我就用Range 然後後面加一個點 我剛剛有Ctrl向下 那Ctrl向下的話 在程式的表達其實就是 叫做End End就是邊界嘛 然後再加一個刮弧 刮弧之後的話 會有向上下左右的一個參數 有沒有 XL down就是向下 所以如果模擬Ctrl向下的話 那其實就是什麼呢 End刮弧 XL down這個動作 OK 所以其實這個就同等於 Ctrl向下 好 那如果Ctrl向下之後呢 請問一下你要得到什麼 我要得到就是 他 Ctrl向下之後的那個什麼 那個列的這個值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這個22的值的話 那特別注意 請你在這個後面再加一個屬性 叫做Raw 有沒有發現 裡面那個一隻手拿的一個資料 那這個Raw的話呢 屬性值的就是裡面的資料 那意思就是說 請你幫我把這個 所代表的那個列的數字 幫我回傳到這邊 所以這個點Raw裡面放的就是多少 22 那將來如果說再增加了 他就會變動 比如說他可能向下追蹤之後 他可能是23 24 25 上個禮拜是39 那基本上 這樣的寫法 基本上 就會自動去追蹤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寫法很重要 因為我還滿喜歡寫這樣的 因為這個還滿直覺的啦 OK 而且通常這個用到的機率還滿高 因為所有的資料都可能變動 每天每天更新嘛對不對 OK 所以你如果沒有寫這個的話 那你就要改程式了 因為改不完 OK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個有個限制喔 就是因為呢 這個Ctrl向上下左右 一定是一個範圍 那所謂的範圍是連續的 所以假如說你今天喔 這個中間如果有一個地方是沒有的 它就不是連續 它Ctrl向下的話呢 它就會停在 這個有沒有 這個範圍 最後一個空白處的上面 有沒有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追蹤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先確定一下 這個中間有沒有斷開的地方 如果有斷開的話 那可能這個追蹤就不合適了 所以通常我們會選擇追蹤的欄 通常會是編號啦 因為編號一定不會沒有啦 一定每一筆資料一定會有編號 那你追蹤就絕對不會失敗了 OK 所以通常大概概念是這樣子 好 所以喔 這個就增加這個寫法 那我們跑一下啦 所以明天後天應該都會正常的 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好 那再來就是把圖畫出來 所以上一次好像就把這兩個圖吧 我們畫了兩個三個吧 OK 那所以呢 在畫圖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好像要錄製的一個美元折線圖 那我有把它刪掉 所以我把它全部刪掉 那跑的話呢 當然美元折線圖其實就很簡單嘛 先把美元的那個範圍先選起來 然後再插入這個什麼呢 折線圖把它錄下來 有沒有OK 這個錯 那我們把它錄下來之後 把它執行之後的話 就有美元折線圖放在我想放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不過執行 不過特別注意喔 執行的時候 油標一定要放在資料的範圍 不然好像會出錯 OK 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美元出來了 怎麼又錯了 OK 那把這個執行一下 那美元折線圖 最後當然我會希望說呢 得到的結果 為什麼還是 我知道了 應該是錯誤 主要原因應該跟剛剛那個問題 也有關聯性 什麼關聯性 有沒有發現喔 我們之前的是A1到B的39 有沒有 39是什麼 39列嘛 可是現在到多少 現在變成22 所以你給的範圍錯了 它應該也錯啦 所以這邊記得改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22 有沒有 只要看到39的一律把它改成22 OK 不過你說老師 那這個不是也要改嗎 對 你是不是也要把它改成向下追 不過你要改的話 程式太複雜了 我們先暫時先把它改 自己先手動改一下 不然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向下追蹤 這個變一個變數喔 難度有點高 我們先暫時先手動改一下好了 好 OK 那理論上應該就正常了 我想說 對沒錯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將來你的範圍給錯了 它得到的結果也是不對的圖表 OK 然後人民幣折線圖 再來就歐元嘛 那當然總共有10個欄位匯率 B到K 所以我希望畫個全部折線圖的話 那這邊我可以把全部折線圖給畫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全部了 就是從美元人民幣 然後到歐元日幣 OK 那日幣的話呢 前兩天好像已經到了那個 這個歷來的那個最低點 已經扁到已經16多了吧 OK 所以它最近幾天有沒有 最近兩天好像又慢慢又升一點回來了 OK 不知道是不是有干預還怎麼樣 我搞不清楚 反正那個匯率的東西 不過以前我看匯率有時候會 真的會 比較吹毛求知會看 到後來發現喔 哇每天看 我覺得後來發現算一算好像差沒多少錢 就會 就覺得說好像為了一點點錢 就在那邊 讓你的情緒波動好像不值得 所以後來發現 只要不要波動太大 一定算了 不然有時候像出國好了 就是為了要換到最好的匯率 經常就是為了那一點點就開始在那邊 每天在那邊 就這個問題一直在營 就是一直繞亂 你腦袋裡面一直 可是我覺得我們還有很多其他事情 為什麼要這一點點 最後差下來好像頂多差多少錢 好像 差沒有幾百塊吧 OK 那後來就算了 所以如果那個 差很多 那你就 如果差一點點 那就不用太計較了 OK 好那 最後今天我們要做什麼練習呢 最後 我希望第一個 把全部折線圖給畫出來 那當然總不可能說 我們全部折線圖 先錄一個美元 然後複字貼過來改人民幣 複字貼過來改歐元 那複字貼下來再改 改下一個 總共十個 你用貼來改 是也可以啦 如果你現在不會寫的話 但是如果你假設 你會用比較有效率的寫程式方法的話 那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 到底 每元折線圖跟其他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不一樣的話 你可以發現 有沒有發現 M11有沒有 坐標位置 它的位置本來是在M1這裡 有沒有 那底下就變M11 然後就M21 再就31 所以呢 第一個 這個數字呢 理論上應該要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條件 這有點像數學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11 第二次是11 等於是下一個跟上一個比的話相差10 有沒有 這很像數學題目 而且是小學數學題 所以其實很複雜 所以只要滿足這樣一條件就可以了 OK 因為像我蠻記得我女兒常會拿她數學來問我 這個是類似的問題 不過她現在國中了 最近一個比較難的 一元二四方人士 OK 但是我後來發現其實我都懂 但是最不懂的是那個文字的敘述 後來我還要問她說 你給我解釋一下到底這個題目在講 我真的懶得去理解那個 我後來發現我都知道 但是問題是我看不懂 那個課本裡面題目在問什麼 因為我發現雖然她敘述方法都沒錯 每個字都看得懂 但是串在一起就是看不懂 這很奇妙 OK 所以我覺得 所以那個 人文科系的跟理學院的科系 我覺得雖然你們講的都可以通 但問題其實你們也許聽得懂對方 但是其實你是不懂對方在講什麼 因為你們的認知其實是有落差的 我覺得啦 所以有的時候盡量你要知道對方的想法 你要有那個素養 然後呢 彼此之間比較會有交集 不然有時候我覺得就是 好像感覺有 Match 但是其實沒有啦 OK 第一個喔 變數是這一個 OK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有沒有發現 這個好像是固定的 A1到A22 有沒有 這個是日期 逗點 後面的話就是它的匯率 不同匯率 但是你會發現美元好像長不一樣 不過我跟你講 美元乾脆讓它長得一樣好了 所以如果美元的話呢 要讓它長一樣的話 其實也不難吧 就是把這邊 把它改成A 然後記得喔 這邊加一個逗點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把它 再加一個 B1到 B22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記得喔 這樣的寫法 這個折線圖就畫出來 但是我發現之前有同學 蠻常出現一個問題說 有沒有發現喔 這個是一個連續的文字喔 但是我後來發現 同學常常出錯就是 沒事就會在這個中間 再加一個這樣的 就是喔 它就把前面跟後面 再加了兩個 雙引號把它斷開 變兩個字串 OK 那跑出來的結果一定不對啦 OK 所以記得喔 這個不要犯錯喔 這個我自己也很容易 有這種問題啦 OK 那所以呢 第二個變數喔 就是 當它第一次的時候是B 當它第二次是C 依此類推 那最後到哪裡呢 到K啦 有沒有 所以剛好就是它的匯率的 有沒有 的那個欄位名稱 OK 所以需要把剛剛的程式 修改兩個地方 增加兩個變數 那我們就可以把全部折線圖畫出來了 OK 你就不需要寫十個SUB喔 不然的話以前可能要寫 那你只要一個回圈就搞定喔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部分喔 先完成 那待會我們來看有關就是 如何把全部折線圖畫出來喔 那至於三圖的話 我建議啦 你直接拿範本好了 我雲端上有那個三圖的SUB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執行啦 就是如果你看到的圖 它會全部刪掉 有沒有 就全部消失了喔 那三圖跟三文字不同啦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來當範本 試試看 那待會我們來寫一個 所謂的全部折線圖 OK 全部折線圖 這邊應該是二十二的喔 執行一下 全部 不對 跑出來 游標好像要放這邊 把它全部刪掉 然後看一下其他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是寫好的 Bug 好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我再講一下 如何做這個 全部折線圖的程式的撰寫 我找到一個Bug 這個你可能要改一下 A1到A22 然後後面可能會改一下 這樣就OK了 十個嘛 一二三四 一直到扭幣啦 OK 好